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台白色轿车停在路边 警车从旁边经过 靠近一看这个车牌怎么是劈开头的 等您来看一段现场情形 一眼认出是假车牌 原来这英文字母劈开头的代码号牌 仅供普通重型机车领用 换句话说也就是不可能出现在汽车上 远景27号在高雄凯旋三路巡逻时发现 一眼就出不对劲 不止号码不寻常 车牌的光泽也不对 判断这车牌是伪造的 找到诚信车处坦诚 自己的这辆车已经报废没有再开 想用报废车站车位 但因为没车牌 会遭环保局认定是无牌车清除 因此才上网购买伪造车牌悬挂 只是悬挂假车牌 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以及行驶伪造特种文书最嫌 最高可处一万八百元的罚款 以及一年徒刑 为了占车位买车牌得不偿失 将韩宋高雄定检署争办